各位同學大家好 因為在這一次的上課中呢 在錄影的操作上 有些手忙腳亂 其中有兩個部分呢 並沒有錄到 那麼在前面 如果大家看了 Part3以及Part6的一些示範 如果你想要看詳細的話呢 我這個影片呢 會有做一些正式的補充 那我就從Part6在後面呢 就是我們是從 10次的實驗呢 把10個數據給拷貝到 一個新的Genobee的檔案中 然後呢 做繼續的計算 那在編輯 大家都知道那個Genobee呢 你可以直接 直接切到這個 試算表的畫面 建議從這個介面上 你可以直接去 去把這些資料給填進去 那因為 在前一個檔案的資料呢 它是一個橫式的 所以你如果要切進 要把它給放 把它給放進來的話呢 就是 要手 要手動的 把它給一個一個給填 填 填進去 那 不過如果你對於 試算表軟體有些熟悉度 你可以使用 轉置貼上的功能 透過試算表軟體的操作呢 把這個資料 轉向向這樣的一個 long table的格式之後 再把它給貼過來 會比較好 那因為呢 示範圖中呢 我是把 我們做了一次 都做了一個 每次實驗是五個樣本 然後還有一個是每次實驗是 100個樣本的資料 所以呢 我就是把它給 放在同一個資料裡面 那我就可以做描述同 統計了 好 那這樣 那麼 這就是 在part 6裡面呢 比較沒有示範到的部分 那part 3呢 在編輯 在使 在 在 我有 我有順便做示範 如果說 說 你要在註解中呢 加入一些 希臘字母 以及 數學 符號呢 可以怎麼去使用 GEMOBI的 這個方程式編輯的功能 那因為那一段也是 沒有切換到 所以我在這裡做一個 補充的示範 那因為這個功能呢 在 在後續 我們 我們 我們會 談到 會要學習 如何編寫一個 合 合乎 APA 格式的報告 那除了你可以把這個資料給 貼到 word 在做編輯之外 那其實你也可以 可以 特別是像這種 文字的報告 你可以在 GEMOBI的這個 文字編輯區 編輯好之後 那你再把它給 把它給 給放到 word在做編輯 那其中呢 GEMOBI 它支援 用所謂的 latex 的 一個 排版語言 來去編輯 這個 希臘字母 和 一些 數學 符號 那這個方式呢 很簡單 你只要 在任何可以編輯文字的地方 然後使用 然後打開這個 Formula 那它會出現一個選 一個選單 那例如 我現在要輸入的是一個 希臘字母的 mu 那 那麼 那麼 還有一個方式 那麼 如果要輸入 sigma 就是 就只要打一個 也就這樣子 打個斜線 然後再加 然後再 再save 就可以 那這個 已經打 打好的 你隨時 都可以再去做編輯 例如 在這一次呢 有示範到 如何 就是 因為有介紹到那個 估計值 那估計值 的 編輯方法 就是 它是會在這個字母上面 加一個 叫做 帽子的符號 那就是 在這個編輯 編輯呢 就是 在前面 加一個head 那關於這個 語法的一些說明 大家可以 自行 自己去 按這個help 它會打開一個網頁 告訴 你 各式各樣的 數學 符號以及 字母的 這個 編輯呢 是可以怎麼樣做 你就 你只要參考這個 說明網 網頁去 就可以找到 你需要 你想要做編輯方式 那用這種編輯有個好處 特別是 呃 之後 如果說你想要 呃 寫一些那個 像是 等式 或不等式的話 啊 像下個單 單元 談到 假設簡定 就會談到 如果你想要寫一個 mu 大於0 像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很 就很 就能夠 編很 很方便的 並且 又 又是 又編輯出一個 合乎 格式的方 方 方式 好那這是 這段的補充影片 希望各位同學學習順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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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